打開來 我剛剛有把那個畫面截圖 我最後想要看到的就第五頁的這邊 這個畫面 函數聚集VBA 反正你就要這三個工作標 所以你繳交的這三個 那剛剛函數部分呢 如果你上個禮拜實在是 沒有存到檔 或者是說你檔案有問題的話 其實我剛剛的公司就這一串 所以如果你實在是不會的話 砍錯失憶有沒有 然後呢 直接到這邊嘛 這邊不是有函數嘛 其實就這一串 假設你這一串不見了對不對 你直接怎麼樣 Ctrl V上去啦 其實就這一串 打勾就可以了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不過當然前提是你要自己要會寫啦 不然有時候不是每個地方都會有這些參考 那聚集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函數部分呢 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 我有把剛剛的畫面截圖在下面 錄製第二個階段 錄製聚集與產生按鈕 最後做出來就兩個按鈕 然後這邊有註解 這個註解自己打一下 因為其實沒幾個字 然後呢 讓我們知道說你 清除做了什麼 清除就選1 2和F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就OK了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 123 總共六個動作 反正六個動作做完 那這個聚集就錄完 錄完之後呢 再產生兩個按鈕 然後把它run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VBA部分 VBA三個按鈕 公式 清除 這個剛剛有提到 那這兩段程式 在這邊 這個 第1段 就是這個 第2段就清除 最難的應該是第3段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我要講的 錄接道 也就是說呢 我希望 得到的 再來 再把這個 複製一個 叫VBA 那VBA呢 跟剛剛的地方有什麼地方不太一樣 不一樣 特別注意喔 清楚嘛 這個是自己寫的 然後這個是 錄接道 這個把它輸出 那結果其實跟剛剛錄製聚集會是一模一樣 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自己寫的 這個是自己寫的 OK 寫個回圈 然後裡面的話 執行兩個欄位的 儲存格輸入 那最難的地方應該是在 下面這個 所以再來的話講 這個按鈕怎麼寫 這個按鈕的話呢 當然 差別就是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基本上很快 然後把結果輸出來 那但是喔 我這邊 其實這邊也可以 可以應該用那個輸出 這個是還是用輸出公式 只有這邊 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最後的結果 那規則的話 特別重要這個難度是最高的 也就是說 我要把什麼 上個禮拜的 這一個公式有沒有 轉變成VBA 這個公式 轉變成VBA 那VBA寫大概就寫這麼多行 OK 你想說剛剛 剛剛 剛剛的那個東西 轉成 這樣的一個結構 OK 那到底 怎麼樣轉換 我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會有幾個點 其實 邏輯上 這個跟剛剛邏輯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寫的地方 不一樣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一樣就是做邏輯判斷 先找什麼 找那個0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程式 是把它轉成VBA的話 那我們之前在151裡面有提到 如果我要尋找的話 在 Excel裡面用fine函數 可是在VBA 它要換成另外一個函數 叫什麼 instry 有沒有這個函數還記得吧 把這個改成這一個 然後它兩個之間最大的差別是 S3的參數好像剛好兩個順序顛倒 是先去哪邊找 找什麼關鍵字 跟fine好像顛倒 那一樣會找到 有沒有那個字的位置 如果有的話呢 就幫我存起來 存在哪裡呢 要不就幫我存在a a的話是前面的位置 要不就幫我存在b 有沒有 所以前面的位置跟後面的位置 所以如果要把它寫成 一個VBA的程式的話 其實基本上可以拿同樣的邏輯 拿來做修改 所以你會發現只是邏輯上 一樣 修改成另外一個地方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VBA裡面 因為要寫一個按鈕叫入接道 OK 所以呢 對應到那個 這個VBA的話 一樣 你就是到哪邊呢 這個 直接在那個VBA裡面 直接就輸入一個什麼 模組裡面輸入一個叫 Sub 叫什麼叫入接道 因為符合這個名稱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話呢 第一個 就是要給範圍啦 所以其實 範圍從哪邊到哪邊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拿清楚這個直接複製過來就好了 因為範圍是一樣的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 這個最下面列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輸出到哪裡呢 其實我們主要是解決什麼 解決這個 我要輸出 到 切這邊的資料 放在這邊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我先抓什麼 一樣先找到那個 0 里 區的 所以一樣喔 這個跟前面寫過的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那個前面的151的 相關說明 然後你可以 裡面會用到一個函數 叫InStream 找什麼呢 找 跟Find函數剛好跌倒 去哪邊找呢 去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剛好在G欄裡面 所以你就打一個什麼 Sales的I列的G欄 所以打一個Sales I列的G欄 去這個裡面找什麼東西呢 找 先找0嘛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 這個後瓜糊一下 逗點 然後找什麼 找0 打錯了 然後呢 如果這個0有的話 他就回報會跟你講這個數字 然後 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那就是0 後面後瓜糊忘了加 OK 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這個資料放在A裡面 就是說 幫我找到的資料放在A 所以這個跟前面那個151那一題 其實還蠻接近的 就把這個位置放A 然後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還沒有結束 所以end if 這邊end if 先擋 如果的話 可能還有其他 如果找不到0的話怎麼辦 那就是再找 再找什麼 再找0 所以同樣邏輯喔 我只要把上面這兩行複製 貼到底下 把這邊改成0就可以了 OK 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0 那就幫我找0 但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是 第2次使用邏輯判斷的話 那第2個要加什麼 Else else Elif 第1次用if 第2次 這個首先 if只能有一個 其他 其次 其次 第2個邏輯是 如果找不到 0的話 幫我找0 然後這兩行一樣複製 複製之後呢 再enter 再把它改成什麼 這邊再把它改成區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這樣我們就 把 找到的位置啦 反正一定會找到 不就是找0 不就是找理 不就找區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等於是說 按照順序 先找0 有找到放A 沒有就找 理再找區 所以呢 A裡面就放 前面的那個 要切字的位置 OK 那後面那個呢 路接到怎麼做 其實跟各位講喔 你如果這個寫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Ctrl C 貼到底下來 要把它改什麼 這邊改什麼 改路嘛 有沒有 然後這邊一樣改路 路接到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邏輯是一樣啦 只是說那個 程式喔 變成你要寫 寫比較多行 那比較多行的好處就是說 比較如果有錯的話 你也比較好出錯 那再來就到 有沒有 路接到 那但是喔 最後 得到的結果 我們不能放A喔 我們把它放B 有沒有這個跟之前那個 15E喔 其實邏輯是幾乎差不多的 15E是 前刮五跟後刮五位 那個 是固定的 那這邊是不固定 所以我一樣有找到A的位置 有找到B的位置 那最後呢 那我要把它放在這邊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放呢 這邊這個儲存格是 Sales的 I列 的 F欄 所以Sales的I列 F欄等於什麼呢 Mid 切割嘛 去哪邊切呢 切這個 這個的話一樣是Sales的 I列的 G欄 幫我把那個I列的G欄做什麼呢 豆點 第幾個字呢 這個 零里區嘛 放在A嘛 所以這邊應該寫什麼 這個的位置 加1嘛 所以什麼 A 加1就好了 豆點 那 幾個字呢 就從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減掉前面 所以 B 減 A 有沒有後瓜糊 好 陳氏寫完了 OK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所以其實它等於是 分層級階段 第一個 回圈範圍 第二個 找那個 地址裡面的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把它加1 就是後面我們要的那個 路 路接到的名稱 然後再判斷後最後面那個是路還是接還是到 就找到後面那個位置 然後把它這個 這個的加一個字 跟 這個減這個字的位置 把它切出來 那就把它放哪裡呢 放在這邊來 那我先把資料先清空好了 這邊都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我秀一下以外 執行 有沒有這邊就OK了 那這邊的話怎麼辦 這邊的話其實喔 其實可以把這個邏輯 直接寫到這邊就好了 所以喔 我們 再來 你要不就是寫在它的上一行 要不就是乾脆寫在這邊就好了 那所以這邊的邏輯應該 這個應該是等於什麼 其實就是 等於 如果要把 這個公司邏輯轉成VBA的話 一樣用MID 然後呢 哪一個儲存格 就這個 所以其實啊 這個地方可以用複製 這個 地址裡面的 這個位置 這個這個裡面的資料喔 那我要幾個呢 豆點 他問你哪個字開始 他有固定的位置 第四個字 取幾個字 三個字 後瓜糊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如果你要取得 這個什麼呢 區的部分喔 就在 寫這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取區比較簡單 那如果要取什麼 取得那個路階道喔 相對複雜一些些 OK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把它再清除一下 如果做完喔 你會發現這個就是輸出區啦 都有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這邊的話呢 就是執行 然後先輸出區 有沒有然後 這邊就多一個啦 A找到位置 就是這應該找到第九個字 區里的位置 然後再找到那個 萬寧階的位置 階那個字的位置 把它取出來 萬寧階就出來 所以其他都一樣 那我就讓它全部跑完 資金 OK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雲端上面喔 我有放完成的程式碼 所以如果 可以的話呢 盡量喔 我就補一行 補這一行 OK 那就一模一樣 最後的話呢 請自行 再把那個 這三個按鈕 分別做出來 所以我要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 第一個 輸出公式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清除掉資料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輸出 用VBA寫輸出資料 那裡面當然不是公式 所以今天的作業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資料 再延伸多了兩個工作表 一個是錄製聚集 一個剛剛講的 第二個是VBA 就是 這三個按鈕 那如果你需要參考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就有了 我剛剛寫的程式 就放在第幾頁呢 這個的第七頁 有沒有 三個按鈕 然後第1個按鈕的程式 第2個按鈕的程式 第3個按鈕的程式在這裡 我剛剛寫的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